那然後下個禮拜一 再來講說 我們中秋節要怎麼處理 三年前防疫記者會 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在討論 疫情下的中秋節該怎麼過 但今年不用討論 就是注定在看守所度過 中秋節的時候 我本來是有規劃 要辦一些中秋節的活動 但我現在就沒有心情 辦那個活動 我們的主席在台北看守所 然後我在外面辦 中秋烤肉的活動 這什麼跟什麼 還是我們去北所外面烤 陳志涵一番話引來網友開酸 是要在北所外烤柯仔嗎 而距離中秋剩不到一個禮拜 阿伯擠牙禁見 不但無法參加肯親會 傳出會客菜也不收 柯文哲主席 他真的是意志力很堅強跟很驚人 他希望能夠謝絕 一切這個 所謂有可能被質疑特權的事情 包含連會客菜他都不要了 會客菜肯親會 阿伯通通沒份 不過北所在中秋節這天 有特別加菜 像是平常早餐只能吃的 青粥或地瓜粥 變成了廣式瘦肉粥 還多了香筍鮪魚 晚餐則有黑胡椒牛柳 三杯雞丁十斤火鍋 食材升級外 還有額外小福利 我們會發蛋黃書 兩路莊的柚子一人一顆吧 少了親友團圓 阿伯中秋恐怕只剩社友可以聊天 傳出與柯文哲同住的 市民涉及洗錢案的會計 兩人不知道聊不聊得來 但這前所未有的中秋 肯定將令他永生難忘 三星期問成員要成員宣台北超報導 好 好